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我是Lini。 近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 與中央軍委委員苗說,會見新進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的舉動 被視為釋放了一個新的信號。 時政分析人士認為,這表明中共中央軍委已經公開分裂 以中共黨魁習近平為首的集派 與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張又俠為首的派系已經分道揚彪。 中共官方媒體報導,1月10日,何衛東會見了中共軍中新進的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 並代表中共黨魁、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與中央軍委表示祝賀。 中共中央軍委委員、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說,也參與了這次會見。 在旅美時政分析人士陳破空認為,這次會見傳遞了一個公開信號 即中共中央軍委已經由潛在的分裂狀態走向了公開分裂。 陳破空1月12日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共在1月8日至10日 招開第20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中紀委三次全會。 這次會議後,中共中央軍委兩名副主席出現了不同的情況。 一個軍委副主席張又俠沒有露面,而另一個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卻露了臉,本該露面的沒有露面,而不該露面的卻露了臉。 陳破空指出,除了習近平之外,最有資格會見院士的人士應該是張又俠。 因為張又俠是軍委第一副主席、主管軍中的政治工作,但實際會見院士的卻是排在張又俠之後的何衛東。 因此,排除張又俠而安排何衛東進行會見,顯然是習近平有意為之。 習近平故意中用何衛東並駕空張又俠,就好像在黨政系統中中用蔡奇而駕空李強一樣。 此外,與何衛東一起出席會見的人是苗華。 陳破空認為這亦不同尋常。 他表示,苗華來自福建,他與何衛東都是習近平在中央軍委的鐵桿。 苗華搭配何衛東出席會見兩院院士,表示著中央軍委內部已經分成了習派和張派。 陳破空認為,最終可能會看到張派的人較少露面。 本於說,他們被冷藏或靠邊站,或被邊緣化架空,不再受習近平代見。 而習近平所用的人是何衛東、苗華,與剛剛被提拔上來的國防部長董軍。 這些意味著中共中央軍委不僅分裂,而且幾乎停擺。 陳破空進一步表示,中紀委的會議提前於原定2023年年底前召開的 第20屆三中全會之前召開,凱顯了中共政局目前處於非常時期, 形成了極不尋常的局面。張又俠和劉振立是中共中央軍委中僅有的有兩個實戰經驗的人。 張又俠參加過中越戰爭。1984年,中越邊境再次爆發衝突。 張又俠以第十四軍四十師、119團團長的身份再次參與了老山戰役。 劉振立1986年至1987年曾參加對越作戰。1986年正是老山輪戰期間。 事年22歲的劉振立隨部隊參戰。劉振立和張又俠在對越戰役中是戰友和上下級關係。 而是,張又俠和李尚福也存在一種特殊的關係,他們都是紅二代太子黨。 李尚福還是張又俠在擔任中共軍方總裝備部部長時期的下屬。 公開信息顯示,李尚福在2014年首次以中共軍方總裝備部部長的身份共開亮相。 而當時的部長是張又俠。2016年1月,中共軍方總裝備部 改為中共中央軍委裝備部發展部。張又俠於2015年至2017年擔任部長。 2017年9月,李尚福接替張又俠成為部長。 張聲文也被認為是張又俠的人,他是中共火箭軍出身的將領。 而火箭軍的裝備部和總裝備部有著密切的聯繫。去年齊月起, 特近平對中共軍方展開大清洗。尤其是將火箭軍高層一窩端。 12月底,中共當局宣布,罷免9名軍方將領的人大代表之家, 包括3名上將和至少4名中將。 他們主要來自火箭軍,和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 陳破空認為,中共內部存在著親美和反美派, 以及主張戰爭和反戰的派別。 習近平屬於極左的反美派,而失蹤的李尚福, 前外交部長徐剛,被罷免的火箭軍高層等, 都屬於親美反戰的一派。 中央軍委形成兩派之後,潛在的也形成了這兩派。 即親美還是反美,主戰還是反戰。 且不說,國際社會目前對中共的牽制, 就連中共內部也構成了牽制, 在中央軍委也形成了這種牽制。 如果在一個民主國家, 軍委內部分為兩派是一件好事, 可以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 然而在中共的極權體制內, 這個很可能引發人以想像的惡鬥, 甚至演變成公廷政變。 陳博空還表示, 中共官方在去年12月29日 宣布任命前海軍司令員董軍為新任中共國防部長。 接替自8月底以來, 從公眾視野中消失的前國防部長李尚福, 董軍是首個擔任中共國防部長的海軍將領, 同時也是中共軍事上任期最短的海軍司令。 陳博空表示, 習近平這次提拔黨軍的舉動極其不尋常, 完全沒有遵循任何規定和程序。 陳博空說, 黨軍目前既不是中央委員, 也不是中央軍委委員, 根本不可能當上國防部長。 對北京的中共高層來說, 黨軍就是一個基層人物, 是一個剛擔任海軍司令員不久的人物。 但他卻突然被提拔到中央, 成為國防部長。 而國防部長在中央軍委裡的牌位僅次於 軍委主席和軍委副主席。 但他現在連中央軍委委員、 中央委員都不是, 整個順序顛倒。 這是一個非常不正常的局面。 習近平提拔董軍並非出於對他的信任, 而是在評估風險後, 認為董軍的風險最少, 因為董軍在北京缺乏人物和資源, 並被提拔後也沒有幫忙。 習近平提拔這樣的人想去, 是為了叫自己稍微感到安心。 實際上, 習近平也沒有什麼人可用, 也沒有人可信, 他對董軍也不信任。 但既然提拔董軍, 當國防部長, 他必然會將董軍塞入中央軍委。 這是肯定, 但程序是完全顛倒。 習近平完全無視中共內部的一些規則, 破壞了規矩, 這是他獨斷專行, 任人為親, 甚至亂證的有一個證據。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自《大紀元專題報》記者徐易陽報導。 本次的西視覺聽新聞就到此處。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與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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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言。 久時間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